不仁不义 主公 事情已经做下 就不必后悔 再说了 乱世之中强扯为尊呢 江东恨我们怕什么 他们敬此大败 已经不是我们荆州的对手了 报 禀主公 江东派来使者请和 并送回皇祖将军 什么 使者 是 让他们进来 诺 主公 末将 末将回来了 江东的使者呢 孙奸之子孙权 拜见刘伯伯 你就是使者 是 多大了 并刘伯伯 孙权今年九岁 九岁就来为时 真是可笑 并刘伯伯 高祖皇帝九岁时 摄死过一头金额猛虎 五弟爷九岁时 已经晚宫杀敌 我孙权无用 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 请伯伯伯伯 quase Bach 我弟弟的失手 从今以后 江东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啊 这个 老公 老公 seriousness 敬拜 孙权亡命 妻子年幼 我们干脆斩草出根 彻底灭掉孙氏家族 然后趁其不备 发兵直去江东 以着王后大宴 刘宝宝 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 领长沙太守 现在他不在三经渡 早已返回江东 掌军御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 我要问你 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 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 报仇啊 反而要来求何 禀刘伯伯 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爹爹说 刘伯伯有皇室之风 忠义厚当 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 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 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 爹爹还说 为了江东的安危 我们应该与刘伯伯画干戈为玉伯 两家修好 和睦相处 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是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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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炼 你可以带回江东 我还要在江边设计 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谢 谢刘伯伯 舅舅舅 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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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呀 大喜呀 向国的劲敌孙奸 在归乡的路上途经三间路 中了荆州军的埋伏被留表 以后杀死了 孙坚死了 死了 真的死了 当真死了 苍天幽眼 吹掉了咱家一块心腹大患 在各路诸侯当中孙坚是个英雄 只要他一死 中原的诸侯都是租狗鸡 我看他哪一个敢出来跟咱家作对 这回咱家可以睡一个太平觉了 冰相国 在下有一言 压抑日久 如耿在喉 已经是 不途不快 说 尽请相国尽久武之尊 即天子大位 等等 你是说 想让咱家做皇帝 是吧 那能成吗 有何不成啊 自相国进京后 先是扫除功为奸党 成秦朝纲福利新军 继而又剿灭袁绍十八路贼军 君臣是无不俄手成庆 百姓无不望天颂养 正所谓 威威此功 功垂千古 强强英明 流芳万世 如果 如果相国不及天子位 岂不有负臣民久乱 而妄志之心吗 还延绵四百年 气数已尽 早就应该改朝换代了 如今 放眼天下 还有谁 还有谁比相国你 更配承天即位 做皇帝呀 李兄弟的这份心 咱家是极为感动 只是 各路诸侯如是听说咱家是做了皇帝 他们会不会记恨咱家 会不会起兵闹事 还有满朝百官会不会认咱们的天子 相国 相国你多虑吧 自古以来 都是为帝者先坐上龙椅之后 再迫使那些不尊奉者为尊奉 不服气者为福气 如果相国想慎重从事的话 也可以分两步走 这第一 先尊奉为尚夫 进出用天子仪仗 第二 斥令以圣旨办法 这样一来 也可以看看各路诸侯 与朝中百官作何反应 之后再更进一步 即皇帝大位 这尚夫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当今天子的爹 那李兄弟的意思是说 让咱家先做一下太上皇 然后再做皇上 是吧 正是 好 好啊 这个名目好啊 哎呀李兄弟啊 看来 你真是个好兄弟 那就有劳你 来传达一下咱 不 要传一下上父的旨意 你说 咱家明日正午要宴请各位百官 并给他们加官尽绝 请各位百官通通覆宴 臣遵旨 好 还有 礼儒庭旨 臣在 咱家即刻拜你为朝廷大司空 位居三公 臣谢恩 哈哈哈哈哈哈 立大人 请 旅将军 pleased 荆大人 李大人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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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将军 王大人 敬礼 黎将军 这人都不得了 好好好 真是漂亮的 董向佛这片厮宅 一大片宫廷都要壮丽十倍 董向他为了造这座梅雾 调集了三十万人夫 耗尽了朝廷扣银 他还把宫女和嫔妃都调到这里 供他银乐 此外 他还在梅雾囤积了足够十又二十年的梁谷 注射有八万精兵 王大人啊 这梅雾虽说是风华雪月之地 可以是天下第一重镇呢 是 看来董向佛是要在这儿安享人生极乐呀 他懂贼不死 帝圣 大汉必亡啊 帝圣 请 请 请 各位爱卿 袁绍的十八路贼军 被咱家是通通打垮了 贼将孙奸 也被咱西凉将士给斩杀了 各州的刺史太守们纷纷上表称贺 中原大帝是一片平安 恭喜相国 恭喜上父 恭喜上国 恭喜上父 上父平叛护国 我说 臣是古今寒见 堪与日月同辉 臣张温敬送上父万寿无疆 哪里哪里呀 寡人只是和各位爱心同福同喜 华上父为国见此书勋 足见天意所归 大势所趋 臣请求上父 成天意顺民心 改元开国及天子位 张爱卿 你觉得咱家做皇上合适吗 合适 合适啊 如果上父不肯做皇上 反而是上武天意 下父民心 那就不合适了 臣请求上父为国为民着想 集大魏 创新潮啊 张爱卿 你对咱家可真是一片忠肝义胆啊 那么这个事 各位爱卿 是怎么看的 先去走吧 义父 张爱卿 劝咱家做皇帝 真可谓是一片忠肝义胆 臣只是不必荣辱 直言尽忠而已 可不知道 你这副忠肝义胆 取出来下酒如何 来人 在 拿下 喏 尚夫 尚夫 臣无罪啊 尚夫 臣忠心耿耿啊 尚夫 尚夫 臣无罪啊 尚夫 这位爱卿 不要惊慌 张温这私 表面上劝咱家做皇帝 可暗地里去勾结元氏兄弟 想取咱首席 这不 刚刚原室友密信来被咱少计截住 不知道在座的宗爱卿当中还有谁像张温那样 表面上中顺 背地里却勾结叛逆图抹取咱首席 有没有啊 啊 有没有 有没有 要是有的话 咱家 可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咱家 来 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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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按照咱梁州将士的规矩 对待那些叛逆者 要削其手 倾其皮 拾其肉 饮其血